- 成績 RDA 家族設計與惠 YAMA YVF R15 自推出以來 便受到許多年輕朋友的歡迎 體質優異的它更是相當具有改裝潛力 而今天要介紹的是由泰國避震器大廠 YSS 推出的 R15 專屬避震器 這組 G-Sport 系列具備預載可調 回彈組織可調的功能 對於一般車友在山路上的小熱血可以說是相當足夠 就算運算沒有那麼高 依然能感受到其強大的組織調整功能 一起來看看它的安裝過程吧 不免俗的 要換避震最先一部依然是先拆坐點 接著拆下左右兩側的塑料殼 不可否認 R15 在拆卸時 要拆卸的部件可以說是較為反覆 我們必須將最外層的油箱罩給卸除 才能拆裡面的金屬油箱 送開油箱後方的融大螺絲 然後開始拆除油箱的塑膠外罩 而油箱外罩又分為三片塑膠殼 將外面兩側的油箱罩卸除後 油箱固定在車台上的鎖點才會露出來 將至兩顆螺絲卸下後 我們就可以將油箱自車輛上分離 油箱上的管路也務必拆開喔 在將油箱罩卸除後 我們終於可以看到黑色的空濾箱 總算是到了要拆除避震器的階段 在拆除空濾箱後 我們就可以看見避震器上座的鎖點 以六角工具將螺絲鬆開 接著我們將鏡頭轉移到車輛下方 從這個畫面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 RU的後避震採用多連桿的形式 同樣也是用內六角工具將其鬆開並卸線 這個別忘了將車輛給固定好喔 將避震器上座鎖點鬆開 然後我們就可以將原廠避震器給取下了 接著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YSS G-SPORT 避載非常助理可調後避震器 依照與剛剛相同的程序將避震裝上 這種攸關行車安全性的懸吊螺絲 必定要以扭力扳手所附 將避震器本體裝上後 別忘了還有氣瓶 連接氣瓶的油管我們也會以舌管包覆 避震器安裝完成後 將空濾箱總整體裝回去 與節肉發連接的進氣軟管也務必要鎖緊 油箱裝回去之前也務必將管線接好 鎖回油箱罩 最後將坐墊鎖回去就打工告成啦 多年避震器製作經驗的泰國大廠YSS 提供一個平價功能又充足的改裝選擇 而其做工也是在水準之上 絕對能滿足您對山道小樂鞋的需求 謝謝您收看這一集的豪翔改車 別忘了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回見 掰掰